这油葱酥怎么全部变成蟑螂角了呢 有一间餐厅长期购买一种手切的香葱酥 也来爆香卤肉 那么最近呢老板又买了两包准备好好来做菜 没想到打开之后却发现 里面不但有整只的蟑螂 所有的香葱酥竟然是多到数不清的 蟑螂角让老板气得差点吐出来 大包的香葱酥是日常生活中常用来煮卤肉的材料 没想到住在嫁衣的郑先生前几天准备煮饭时 却发现袋子里出现不速之客 被切了质地破碎的蟑螂 就这样和香葱酥混在一起 旁边还有数不清的蟑螂角 让郑先生直呼太恶心 香葱酥变成香葱蟑螂 让经营小吃店的郑先生觉得太夸张 没想到打电话向业者理论 反而被订得满头包 郑先生一连开了两包 发现里头都有加料的香酥蟑螂 由于厂商选择低调处理 只愿意赔偿十包了事 让郑先生相当不满 决定向卫生局检局 希望能还给他一个公道 感谢您的观看